現在開示的部分主要是要回答這個大宗的提問 現在陸陸續續有收到世界各地的大宗的提問 所以從這個開示的環節來跟大家回答 也有錄影到此錄影好也會發佈在網站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這是一位新加坡聯友所提問的 他問說請師父開示是不是要吃樹才能夠往生淨土呢 各位你們覺得呢是不是要吃樹才能夠往生淨土 如果不是吃樹才能夠往生淨土 那是不是要吃肉才能往生淨土 所以我講差不多答案都要出來了 其實如果說吃樹就能夠往生淨土的話 那我們講全天下這些吃樹的動物 譬如說我們講小羊小兔子早就往生淨土了 是不是各位 你看小綿羊是吃什麼的 草嘛那白兔呢 也是嘛 我們講蘿蔔之類的也是蔬菜嘛 你看這些動物都是吃樹啊 我們講還吃純樹 而且是還沒有煮的樹 那是不是我們講這些小綿羊小白兔都往生淨土了 那沒有嘛 那如果說不是吃樹反而吃肉能夠往生淨土 那我們講老虎之子早就往生淨土了 你看他們整天都是吃肉的嘛 所以結論是什麼呢 不管是吃樹還是不吃樹 其實這些都不是往生淨土的因 往生淨土跟這些就沒有關係 那各位往生淨土的因是什麼 是啊 是又是念佛 跟吃樹沒吃樹是沒有太大的關係的 為什麼呢我們看阿彌陀佛的第18月就有說讀一遍 這是五量壽經所記載的 你看阿彌陀佛親後所講的願力 就是說阿彌陀佛講如果成佛的時候 哪一位眾生只要是信佛念佛 就算最後呢只有念使神的佛號 如果這樣子的眾生不能到我的淨土的話 那我就不成佛 除了說那些誹謗的人 為什麼誹謗的人不行呢 就是因為他們誹謗的話代表他們不相信 他們不相信念佛的話肯定就不能夠得度 所以各位我們看阿彌陀佛有沒有說 是圍儲不能吃樹的 沒有 圍儲什麼 圍儲無逆 誹謗正法 就除了這一種以外 其他的通通都行 如果阿彌陀佛說不能吃樹就不行的話 阿彌陀佛應該說圍儲不能吃樹了 所以阿彌陀佛就沒有這麼講 其實這真是阿彌陀佛的大智慧大慈悲了 為什麼 我們想想看今天全世界能夠吃樹的人 吃全樹的人有多少 各位都不多 不多的嗎 我相信今天來到道場的各位 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能夠吃常樹的 對不對 大家還是有承認一下 是啊我們學佛都要承認的 有些學佛幾十年還是真的是沒有辦法吃的 上次看到一個民調 目前全世界大概只有10%的人 是可以選擇吃樹的 也就是說10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吃樹的 100個人當中就只有10個 但是這個樹木製還是一些大國家加進去才有的 因為像印度的國家 印度可能大家知道 因為他們文化宗教的影響 所以很多印度人都會吃樹 加上印度國家本來就是很多人 所以 全世界10%吃樹的人口 印度人可以說是佔了大部分 如果我們新加坡 馬來西亞還是西方國家 哪裡會有這麼多 是不是各位 你們身旁的人有沒有10個當中有一個是吃樹的 我相信都沒有 100個有一個算是要偷笑了 所以如果說阿彌陀佛只渡這些吃樹的大眾的話 那就等於說阿彌陀佛只有救少少的人口而已 全世界的80億的人口就只渡個幾億的 那其他70多億阿彌陀佛就不救 那你想想看這怎麼可能呢 所以阿彌陀佛有智慧有大慈悲 就知道說我們很多眾生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發願說只要念佛就能夠得度 這念佛就比吃樹我們講來的簡單太多了 是不是各位 吃樹比較簡單還是念佛比較簡單 念佛比較簡單嗎 吃樹都還要準備的 念佛就不用啊 念佛張開嘴巴念就行了 吃樹不是啊 難道說你今天要吃樹嘴巴講講一下 素食跑到你面前嗎 在這個說婆世界 食物都是要靠自己準備的 我以前常說吃完早餐就準備午餐 吃完午餐也準備晚餐 一天這樣子三餐時間弄弄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還是念佛簡單的太多了 因為這樣阿彌陀佛發願說只要念佛就行 念佛才是往生淨佛的因 再來有一個問題 這也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這是來自馬來西亞病城州的蓮友所提問的 他問說師父南無阿彌陀佛 弟子的家庭不是吃樹的 所以自然弟子就沒有吃全樹的因緣 我想請問如果說我邊吃肉邊念佛的話有罪嗎 還是我念佛可以順便超度這些被傷害的眾生 所以我們看到各位確實有人是不具足這個吃樹的因緣 那問題來了 既然往生淨土只看這個念佛 但是遇到這個吃肉的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講邊吃肉邊念佛可以嗎 各位可不可以 可以 現在開始有點懷疑了 其實我們講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我們不是應該更念佛才對嗎 是不是 有些人說 吃肉有罪 所以吃肉的時候不可以念佛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說他講 欠錢的人就不能工作 生病的人就不能夠吃藥一樣 那各位這不是很奇怪嗎 現前的人就應該更加工作 生病的人就應該更吃藥才對 相同的 如果既然認為說吃肉是有罪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多念佛來化解嗎 怎麼還能夠認為說不能念佛呢 如果他還不能念佛的話 那業障我們講不是越來越重了 對不對 是啊 所以像古代偶藝大師就說過一個故事 當時候有一個商人 他見到這個小佛像很莊嚴 但是他對阿彌陀佛是什麼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每次吃飯的時候直接就把他吃的肉來供佛 可能說阿彌陀佛我吃肉所以我供養你的吃肉 就傻乎乎的 就是拿肉來供佛 每次出門的時候要帶這個小佛像出去 吃飯的時候就拿肉來供佛就對了 結果有一天遇到這個山賊打搶 山賊就是亂揮刀 砍了商人砍了三次 然後我們講完蛋 這樣被砍 各位肯定我們講就死定了 結果沒有想到 這山賊走了以後 這商人發現到自己雖然是被砍了三次 但是一點點事情都沒有 真的一點事都沒有 反而過後他拿出來佛像一看 會看到什麼 佛像上面出現三個刀痕 這商人看到馬上就頂禮跟阿彌陀佛說 阿彌陀佛佛耶真的是救了我 所以各位真的不要認為說什麼情況是不可以念佛的 我們遇到不好的事情就是更加要念佛才對 因為阿彌陀佛是可以化解一些不好的境界的 你看就像剛才這個古代的真實案例一樣 最商人是糊裡糊塗拿著肉來供佛的 但是危難之際阿彌陀佛還是互念著他 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講這些被殺被吃的可憐動物 如果說今天他沒有遇到我們念佛人 可能他這一生就沒有辦法有機會接觸到南無阿彌陀佛了 是不是各位 如果今天這個動物是遇到別人的話別人會給他念佛嗎 不會呀 就是遇到我們 我們才有辦法給他念佛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就是更加要念佛的才對 所以像這位年友也說是不是有這樣子念佛可以順便超度這些被傷害的眾生 那種想法就對了 是啊 如果今天還不念的話 在餐桌上的動物要怎麼辦 他們都已經 我們講的已經是慘死了 結果你還不給他念佛的話 對他們來說只是越來越慘而已 當然有些人會擔心說這樣子不好的情況念佛會不會不恭敬 各位會不會不恭敬 會 你們都知道 其實老實告訴各位 對阿彌陀佛最大的不恭敬就是不念佛了 像華人有一句話說恭敬不如什麼 哦 恭敬不如從命 是啊 對阿彌陀佛如果說這邊恭敬那邊恭敬 結果到最後一身佛號你都不念的話 拿你這個對阿彌陀佛恭敬來做什麼呢 有些人真的是這麼想的 哎呀我沒有吃素不能念佛擔心對阿彌陀佛不恭敬 我家裡不夠莊嚴 所以我也不共佛不念佛 因為擔心對阿彌陀佛不恭敬 晚上躺在床上失眠也不念佛 因為擔心說在床上念佛對阿彌陀佛也不恭敬 我給他這樣子算到最後 他對阿彌陀佛的恭敬就是不念佛就對了 對阿彌陀佛的恭敬就是偶爾念一兩句而已 那這種恭敬我們講真的是一流了 這就好像媽媽特別給他孩子煮飯 結果這個孩子說我的衣服不整齊 所以我不吃你煮的飯 我這個月少供养媽媽一點 所以我也不吃媽媽煮的飯 因為擔心不恭敬 到最後他媽媽給他煮的食物在桌子上都發霉了 然後我們想想看這樣子對不對呢 各位對不對 肯定是不對的嘛 如果我們是這位媽媽的話呢 心裡肯定都涼掉了 明明特別給你煮的飯了 結果你說這邊不能吃那邊不能吃 我看你是不想吃那就對了 所以之前也每次講到那個真實案例就是這樣嘛 你看他先生是殺豬的 但是他先生很壞 自己殺了還要叫他太太要跟著他一起殺 他太太是有學佛念佛的 結果就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吃飯的時候 而且他還說 他先生還說一定要吃肉 連他太太要吃素他都不給 太太吃素的時候還把這個豬腿 雞腿就是夾到他的碗裡面去 所以太太那時候感到很痛苦 有學佛念佛遇到這樣子的事情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過後有一位師父就跟他說不要緊 遇到這種情況其他做不到都沒有關係 你就念佛吧 只要念佛就行 一切都交給阿彌陀佛 就要知道太太聽了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自己偷偷念佛可以說就這樣子過了一輩子了 那有一天在往生之前 這位太太突然就看到極樂世界的佛菩薩現前 就來通知他說他往生淨土的時間其實要到了 那你問清楚對方菩薩是誰 各位你們覺得是誰 阿彌陀佛也對 但是這位菩薩就說 我們是之前被你傷害的諸 雖然說是被阿太太的一家人所傷害 但是太太都是一直不斷有在念佛的 每次要殺的時候按豬腳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給這些豬的念佛 結果沒有想到 那些被傷害的豬 真的被阿彌陀佛貼到淨土成佛菩薩了 各位看一看 豬沒有變成出八戒 變成豬菩薩了 當然豬菩薩是我講的 我們現在法後應該是很雙眼的 畢竟極樂世界的佛菩薩了 也因為這個念佛的因緣 所以太太這個往生實踐到的時候 這些諸菩薩就來跟阿彌陀佛來通知她了 過沒有多久 這位太太真的就往生淨土了 所以各位殊不殊勝 大家看看 真的是我們講不管任何的境界都可以念佛的 為什麼 因為念佛法門可以說一切都是靠阿彌陀佛來救度的 既然是靠阿彌陀佛的活力救度 所以不管是任何的情況都是可以念佛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恭敬不恭敬的問題 我們要關心的是有沒有念佛而已 只要念佛就對了 再來多一個問題 這是來自中國蓮友藏居士所提問的 他問說師父弟子有聽說 吃不吃素跟往生淨土沒有直接關係 有聽說了 那吃不吃素現在就可以吃肉了 哇這個事情好像又不能這麼講 因為雖然說吃素跟 這個 往生淨土是沒有看心 但是我們說站在佛法這種慈悲的立場來說 還是鼓勵是多吃素少吃肉比較好的 為什麼 因為就像古代一個王帝看到佛經上說的 就是菩薩慈悲不忍心吃眾神肉 其實從一個角度來想就明白為什麼了 像有些人說 師父肉都已經在哪裡了 都已經死了 所以我不吃是白不吃的 各位有沒有聽說過 都在哪裡了嗎 不吃就白不吃很浪費呀 但是各位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只要有肉就可以吃的話 如果今天在我們面前的是人肉呢 是我們親人的肉呢 這時候怎麼樣 哇想到都可怕了是不是 所以KFC麥當勞的雞腿可以吃 但是人腿就不能吃了 我們就不敢說反正都死了 不吃白不吃了 所以不是說只要有肉就可以吃啊 那都是我們人的我們之間的問題而已 以佛法來說 佛有說過呢 以前的眾生都是過去的父母 未來的諸佛 雖然這一次呢 可能呢我們講是畜生道 是動物 但是可能呢 都是我們過去的父母親 過來投胎的 各位相不相信 相信 只有一半的聲音給 還有一半不相信 那以前呢有所寄語呢就講道 我先讀一遍 各位這次想到呢 古代一個宴會的情況 就是說呢結婚宴會嘛 桌子上呢肯定有很多的那種菜肉啊 是不是 那有一個高僧大德 有正果的 他一看呢發現說 鍋裡面煮的豬牛羊啊沒有想到啊 都是這個新娘啊新郎啊 過去啊六親眷所呢過來投胎的 他女兒啊正在吃的是啊前世啊媽媽的肉 那兒子呢打的鑼骨 鑼骨呢是那些呢我們講啊牛皮做的 兒子之牛啊正是呢他前世的爸爸 但是呢每個人來宴會的時候啊都是恭喜來恭喜去的 這個葛道的高僧看到啊只能搖搖頭說啊人生啊真是苦啊 所以各位真的 有一句話說的 百年修得從船渡啊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呢能夠坐在啊同一艘船裡面啊這樣子見面啊都是過去可能啊是140英元啊所立即的 不是無端端呢都會發生的 包括說我們今天也是啊 各位我們今天呢能夠來到這個道場見面啊我們真的以為說是巧合嗎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呢所碰到的一些人士啊都不會呢跟我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可以說呢都是前世的姻緣啊換成呢我們今世的這個見面 所以古人有一句話說相逢何必啊成相識 不是說呢今天呢要認識的人呢才會見面的不認識的人也會見面的 為什麼因為前世就是有緣嘛 過去可能呢都是熟悉的這個親戚朋友來的 所以如果說呢是這樣子的話呢我們還能夠值得下去嗎 我們過去是這親人啊現在輪迴啊變成一隻動物了 難道我們就希望說呢他被人家殺被人家煮來吃嗎 這時候開始呢有點疑心不忍啊是不是各位 哦之見呢就開始呢不同了 包括說是除了是過去父母啊同時候呢可能也是未來諸佛 因為眾生最後呢都會有成佛的一天 每一尊佛啊都是過去的眾生呢而成就的 像釋迦牟尼佛有說過一個故事 他說前世呢他也曾經呢當過一隻兔子 結果呢也是被人家呢殺被人家煮來吃 那我想想看喔當時的人啊誰會想到說呢這隻兔子啊 未來啊是偉大的釋迦牟尼佛呢 是不是各位 你把一尊佛給吃下去啊 哇那我們講看太得了 更況說我們講啊眾生啊本來啊就是阿彌陀佛要救度的對象 把阿彌陀佛要救度對象啊就是斬殺來吃啊也不合乎道理嘛 所以呢佛法講的釋述啊他不是單單呢從這個健康上來講的 世間人可能釋述從健康上來說 但是佛法呢比較是從信仰上來講 因為剛才所講的都是事實真相 就是佛菩薩慈悲啊不忍心吃眾生喔 這是讓我們提升的正直正見的 但如果說呢真正意願不祭祖呢不只能釋述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信念佛先的 或者一開始說呢不能全斷呢其實也不要緊 因為像有一句話說嘛不能吃長素啊就常吃素 各位聽了懂這兩句話嗎 就是說你既然不能天天都吃長素的話呢那我們常常吃素嘛 不能一個星期七天啊我們一個星期一天也行啊是不是 如果習慣呢再慢慢的增加那就好了 其實講真的吃素呢真的只是一個習慣而已 他沒有太多的事情的 不用覺得說太壓力了還是擔心些什麼的 像之前有看過一個記者呢訪問一位呢出世的明星就是這一位 你們認識嗎 有一半一半啊年紀比較大的可能比較認識了 上一代的明星啊大帥哥來的 他吃素的 但有一天呢他跟一群明星呢在一起呢活動 大家都是吃婚啊吃肉啊就只有他一位吃素 但是記者看到呢就很好奇了 就問他說為什麼這麼久了你還能夠這樣子呢堅持吃素 就是呢訪問他 結果呢他反而呢訪問那個記者 他就說啊你應該問問那些人啊為什麼這麼久了還能夠堅持吃肉才對呀 你怎麼問我 是啊各位其實啊堅持吃素跟堅持吃肉都是一樣的事情來的 因為呢吃什麼也好不是堅持的問題 他只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是一個習慣的問題而已 是不是 習慣了其實呢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才說呢飲食習慣嘛 吃東西呢真的是一個習慣而已 習慣過後呢其實呢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雖然說呢阿彌陀佛沒有規定說呢一定要吃素 但是呢吃素呢總是好的一面 當然是那句話來語言不去除呢也不要緊可以多念佛 讓阿彌陀佛加持有好的因緣出現 或者呢像剛才所講的不能吃長素啊就常吃素嘛 再來呢也是關於到這個的 這是馬來西亞霹雳州啊因為連有所問的 師父啊聽說呢泰國的和尚也是吃肉的啊那吃肉應該是不要緊吧 季工和尚也說啊酒肉穿腸過啊佛祖心中流啊不是嗎 你看喔 問題啊真的是 有一句話講啊自己跌倒了還要拖人家下水啊 明明自己喜歡吃肉啊你還拉這個和尚那個和尚呀 吃肉給自己找理由你自己喜歡吃喜歡吃啊你要讓讓讓人家站隊 這句話不能這麼講的 像說其他國家的佛教文化 因為每一個佛教晚化傳承呢是不同的 畢竟佛教呢傳久了傳到全世界 雖然會形成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作法一樣 華人佛教可能比較有吃素呢是因為古代的王弟看到佛菩薩慈悲嘛 他就推廣素食 那別的國家可能就沒有這樣子的殊勝意願就沒有這樣子的習慣 像泰國佛教可能就沒有 但是呢這並不代表說全部泰國佛教的出家人就喜歡吃肉嘛 話怎麼得這麼講呢 因為他們是屬於脫波的形式 所謂的 一波千家飯啊孤身萬里油啊 就是說呢這好像古代的出家人就生活能夠過得去就好啦 時間到呢哪這波呢就出去脫波 遇到大眾供養什麼呢都歡歡喜喜的接受 所以他們不是喜歡吃肉 他們不是說是喜歡吃肉而是說他們不計較任何的食物 也不計較任何的味道 就算今天你供養青菜豆腐啊他也是照樣吃的 就是一切的隨緣 這是泰國佛教的一種文化 這一種跟平常人啊什麼去麥當勞啊點雞腿來吃啊是不同的啦 是不是各位也不一樣 難道那些出家人啊故意天天啊跑去餐廳說要點雞肉來吃啊那不會的啊 人家是一波千家飯啊是很莊嚴的啊結果你被說到說人家好像喜歡吃肉啊根本都講顛倒啦 不過時代呢已經是不同的啦 在遠古時代呢可能食物呢是比較缺乏 所以有時候呢他們食物呢只能隨緣 但是到了現在呢其實很多東西呢都是已經比較方便啦 要吃素呢也不是很難的事情 最近呢幾年前呢我跟師父呢到泰國寺院參選的時候啊 也有一些呢泰國寺院呢也是開始吃素了 畢竟現在的生活環境呢跟古代呢已經不同了 包括說呢季工可上的季語也是一樣啊這段是很有名的 酒肉穿腸過啊佛祖心中流各位有沒有聽過 哦你剛才都有聽過啊不三不四就聽很多啦 喜歡的我要講喝酒吃肉的 就喜歡拿這一句呢來給自己找理由的 但是各位啊這位是誰 鼎鼎大名的季工和尚啊是大聖人來的 那他做的事情我們普通人可以隨便模仿嘛 可不可以模仿 是啊有一句話講的 畫虎不成啊反力全啊就是一個畫家啊一個人呢 學畫家呢畫這個老虎啊結果呢把老虎畫成一條狗啊 你看畫家畫的老虎我們講哇很猶猛啊看旁邊結果你看畫成一直要病狗了 糟糕了 相同的季工和尚呢也是 人家呢是酒肉啊穿腸過啊佛祖心中流 這句話的重點不是酒肉啊而是佛祖啊 但是我們呢 我們是什麼心中流 我們呢是酒肉穿腸過 雞腿心中流啦 是啊 你吃完了想說哇很好吃我下次還要再來那這肯定是完蛋的啦 哪有佛祖心中流呢 這吃到一大堆啊我們講一大堆的業障心中流了 季工和尚啊真的是佛祖心中流的 吃什麼呢都一樣 所以呢季工和尚呢吃了以後啊直接是可以超渡那些動物的 甚至呢根據歷史記載啊他把那些動物啊吃下去啊可以吐出來活的啊 我們可以做得到嗎 我們啊這個把肉吃下去啊變成那一大堆啊臭死人的糞便就有了 還吐出來活的 所以呢季工和尚接下來有兩句話有講 世人若學我啊 如同靜魔道啊 季工和尚講呢如果說啊普通人學他的話啊 用他的話亂來講的話呢很容易著魔的 所以呢話不能亂講法也不是亂學的 普通人呢是不可以隨便模仿啊這些古代啊特別大聖人的行為來的 普通人呢還是依據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再來呢也是同樣一個問題啊是來自英國也有所詢問的全部都是同一個課題 那問說師傅啊請問吃素呢會不會不健康啊會不會營養不夠 就想要吃素嘛就擔心這個問題 其實要知道呢健不健康啊有時候呢我們從現實的例子呢來看呢就知道了 我們或許現在不確定說呢師傅呢會不會呢健康 但是我們可以從啊吃肉啊反方面來看呢就知道了 各位啊我們講人健不健康啊請問你要去哪裡看的比較準 人不健不健康去哪裡看比較準 人不健康的時候去哪裡 喔去醫院嘛 不健康的人啊都是在醫院呢就對了嘛 好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在這個醫院做一個實驗啊 我們現在啊可以去醫院的訪問呢每一個病人 請問呢看看哪一個呢是一輩子吃素的 我敢保證啊醫院裡面呢99.98%的病人呢都是沒有吃素啊平常都是吃肉的對不對 不相信啊你們去問呢就知道了嘛 所以呢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知道說我們或許不肯定說吃素呢會不會保證呢一定健康 但是我們能夠肯定的是 吃肉啊大多數是不健康就對了 因為生病的人呢大多數呢都是吃肉啊不是吃素的 這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啊不是我騙人的呢 不然的話呢你看不會說每次身體出現狀況呢大部分的醫生都是勸你說呢是炒吃肉多吃蔬菜啊多吃水果的是不是 什麼少油啊少鹽少糖啊高纖維的這等於就是吃素嘛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蔬菜水果有些呢是可以生吃的 不用煮呢你可以吃的 但是肉啊一定是不可以 如果今天呢你這個雞肉啊牛肉啊豬肉啊等等沒有煮的 你想想想誰敢吃呢 是不是 豬肉你沒有煮啊你敢吃啊你怎麽樣臭死啦 所以一般肉呢都是要經過呢特別調理的 不像蔬菜水果可以直接吃都要經過特別調理的 調味料呢特別的多 所以一旦生病的醫生肯定勸是少吃的 那肯定是吃呢這個蔬菜水果的 所以如果說呢吃素呢會不健康的話 那我們講醫生呢就不用勸那些生病的人呢要吃這個吃素了 當然呢這位女友還問說吃素會不會營養不夠啦 其實這個擔心呢還真的是多餘的 為什麼 說實在的 我們現在的社會啊你幾乎呢是很難找到營養不夠的人呢各位 請問三高是營養過多還是過少 各位過多還是過少 多嘛你有聽過醫生跟你講3D的嗎 都沒有啊都是三高的都營養過多的 應該我們講呢高血糖啊高糖尿病的 請問這個營養多還是少 多都是多啦就是糖尿病啊吃太多糖分的食物了 包括體重過重啊還是脂肪啊等等的都是過多的 什麼心臟病啊肝硬化啊種種的都是吃太多吃太好了 這些在古代來說啊都被稱為富貴病 就是呢 有錢人的吃太多呢才會生的這個病來的 但是現在普遍的人呢都會得到 因為吃太多了營養過剩 所以今天呢你還要找這個營養不良的 恐怕你要飛到啊這個非洲 到貧窮區呢才會找得到 普通人哪裏會營養不良 所以呢不用擔心說呢營養呢什麼不夠的問題 現在人就算吃素吧他也可能會找吃的 所以要擔心的是營養過剩就好了那還擔心營養不良 像現在呢其實呢很多明星名人啊甚至運動員啊都是吃素的 我們看呢有些大明星啊 大家應該有認識 還有一些呢超級運動員啊足球運動員來球運動員也好 都是素食者 所以呢不用擔心說呢素食呢會營養不夠 這些人呢恐怕呢比普通人都還要壯 所以不用擔心呢吃素會健康營養不夠的 再來呢 這是來自呢美國的領友提問的 請問師傅啊我現在要開始吃素啊那是擔心呢素食呢不好吃 哇很多問題啊 其實現在我們講吃素啊 已經是不再是那一種啊 我們講青菜豆腐了啦 現在這位領友呢所擔心的事情會不好吃 其實現在的素食啊可以說呢是千變萬化的 我們講凡是食物啊到華人的手上啊一定是千變萬化的啦 名以實為天啊什麼樣都可以變出來的 現在的素食呢是已經呢是很多種類的 不相信的話呢給你們看看一些呢素食的影片好了 要不要看 看這種影片了 大家看一下 好 這些都是素食影片來的 哎呀 突然想到說這個時候啊放這個素食美食的影片好像錯了 大家看到這麼好吃不知道會被肚子餓哦 過去才倒一半而已 各位這些所有食物都是素食的有些還是所謂的vegan sauce 就是說連牛奶啊 雞蛋呢都沒有的 這些是日本壽司啊全部都是素食的 各式各樣的壽司啊素食呢都有 這是茄子 這是家裡啊種種的 好大概給大家看一看 可以了 不要看的太多了 等下肚子餓啊 所以呢不用擔心說呢這個素食呢會不好吃啦 現在的素食呢是太多變化了 當然長期來說呢我們吃簡單的素食還是比較好的啦 只是說那些精緻的這個素食啊我會吃壹吃或者引導那些呢可能 剛剛吃素的親人呢來吃呢就好 他們可能呢剛進來吃素嘛 總之比較好吃的給他們吃呢就比較理想 不然一開始就覺得不好吃的話呢以後呢那就不用講了 所以呢像佛法所講的就先與欲勾先怎麼樣 後令入佛制嘛 一開始呢一好吃的先迎他們過來啊習慣了再接受啊平常的自然的就好 所以總結來講呢在這個念佛法門不一定說呢是要這個吃素 但生活上呢還是鼓勵多吃素啊早吃肉就對了 畢竟呢這是好的 也只是呢一個呢生活習慣而已 那如果說呢真的因緣不具足啊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只管的念佛呢就是 沒有任何的情況呢是呢不念佛的 總結大概是這樣 那舒適的答案呢就先回答到這裡了 那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麽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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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